老娘就拼命赚了 因为孩子有梦最美嘛 就放手让他飞往他喜欢的方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良心讲 我们妈妈爸爸吃过的盐饼 他吃过的米多还多 以老卖老 那我们当然是打保守牌 可是问题是 现在的孩子 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生出来的孩子 就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小孩 他是一个个体 那我也在学习 怎么样做一个 不是说一个直升机妈妈 或操控控制框 因为我觉得尊重蛮重要的 因为是他的人生 他喜欢音乐 OK 那我就支持他 其实我们的出发点是爱他 可是当他决定他 他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放手 不然你看 晚上我会睡不着觉 儿子的未来 儿子想来干嘛 妈妈还是会很担心 我在美国那边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还是会担心 对 那我就说 现在还有种族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可是孩子还是坚持要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也跟他爸爸讨论 他爸有时候晚上睡觉 说怎么办 孩子将来要干嘛 这样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我说算了 就放手相信他 让他去 今年没考上 明年再考 那啦 今年就会考上了 不会没考上 爸 我就到最后 我一直念一直念 念到最后我只说 儿子啊 妈妈永远扮演一个 陪伴跟支持的角色 勇敢地往前冲 没有没有 我没有让我妈陪我一起 早晚都要走到这一步 因为他叫她也要讨老婆啊 我不能跟他老婆 哎 我要睡中间吧 对不对 儿子不就是要放手 只要他好 他快乐 我觉得我自己要挑事 听良心讲 他从一个 我是一个以前 很over很over的 就focus在他身上 这种幽子缘一度 后来我慢慢慢慢 觉得自己很累 然后跟他关系 也不好 我就一路慢慢检讨 怎么样作为一个 就是秤职的妈妈就好 对 因为我以前到小六 他不会过马路 都是因为我太保护他 太控制他 因为 儿子宝贝也不能自己过马路 麻签啊什么 不可以乱跑 就每天接受 那所以造成人家会认为 他是妈宝 他早上就说 妈你都 让我变成妈宝 我可以自己来 所以现在国中 高中 我就真的就放手 让我从来没给他功课 成绩单不拿回来 没关系 第几名我不管 因为这个孩子是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的孩子 那我何必要去一天到晚就一直念一直念 你也知道如果你妈妈一直念 你这个眼镜怎么样 你怎么怎么 你不要驼背 你不要什么 你会不会觉得妈你很烦 会不会 所以我就不想要再做这样的妈妈 不管了 老娘就拼命赚 没有啦 应该我还是会尽量争取奖学金 对啊 对啊 因为孩子有梦最美 就放手让他飞往他喜欢的方向 那我一定会有点灭 不然你会尽量争取奖学金 不然你会尽量争取奖学金